所以你殺死那隻魚 那隻螞蟻 那隻蚊子 牠去投胎會不會找你報仇 會 然後讓你生病 找你麻煩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如果你要長壽 健康 沒有災害 沒有敵人 不會碰到戰爭 那 首先你要做的是來跟我練 不殺生 所以同學們 這一輩子從今天開始都不殺生好不好 好不好 第二個 你希不希望有錢 對啊 有錢啊 可以買很多東西 有錢拿 可不可以拿來孝順爸爸媽媽 可不可以幫助貧窮人 來 最近電視上有一個 T230 有沒有聽過 就是 你到7-11去買東西外面會貼一個廣告 他說 有一天啊 7月30號 那一天 你整天不要吃飯 把你那個吃東西的錢省下來 你也去 學習一下 一天不吃肚子 不吃飯的肚子 餓不餓 去想到那些在非洲啊 在很多貧窮國家 很多小孩子 就是這個世界上 有五分之一的小孩子是活活餓死的 沒有東西吃 活活餓死的 我們身在台灣 大家很有福報 爸爸媽媽硬塞你還不吃的 很多東西還浪費啊 但是在國外 很多小孩子瘦了剩下一隻骨頭這樣 所以 如果你在7月30號那天 你一天不吃東西 不買零食甚至把這個錢 不吃幫助給他們 就可以讓他們離開肌餓 那這個活動有沒有參加 有沒有 有參加G230的舉手 哇台南還不錯 三個 三個而已 啊 所以各位 趕快 你有去7-11 跑去的時候那天不要買零食 那個錢去幫助飢餓單子好不好 那 你幫助他 讓他離開飢餓 那你將來會不會快樂 對 所以 第二個行為 跟我唸來 不偷人家的錢 不偷人家的東西 還要幫助別人 將來大富大貴 一輩子不缺錢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學校演講 下課有一個小朋友跑來找我哭啊 一直哭啊 我說你哭什麼啊 他說老師叫我去表演 參加兒童節表演 但是他要我交200塊 他說200塊可以買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啊 參加表演 結果我回家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最近家裡很窮 根本沒有辦法再拿200塊 這個小朋友又很想參加表演 然後啊 他媽媽連200塊都沒有 他心裡就很痛苦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身在一個沒有錢的家庭 一個人為什麼身在窮的家庭呢 因為過去世 跟我唸 貪心不布施 偷盜別人的財物 對啦 如果你有這兩個行為啊 那你就沒錢用 所以我就告訴這個小朋友說來小朋友 師父教你 你現在啊就算沒有錢買 你也不要 傷心 甚至跟媽媽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不參加表演就好了 好 但是呢 你現在開始去幫助 別人 他說師父啊 沒有錢怎麼幫助啊 各位 地上的螞蟻 你吃完的餅乾 一點點糖果 給他吃 是不是布施啊 就是布施 對不對 你今天拿個麵包吐司 就到水裡面 魚會不會來吃 也是布施 然後我剛剛教各位的 唸個南無阿彌陀佛 鬼聽到了 鬼都會超度 這是不是布施 對 你要是懂了這個 你每天唸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唸這個佛布施給眾生 願大家快樂沒有痛苦 啊 願鬼到地獄到都超度 那這個布施大不大 很大的 好 所以各位那你這樣就可以改變命運 所以 將來要有錢來給我唸來 布偷盜 藏布施 大富大貴 對啊 所以各位要懂了這個喔 所以要不要幫爸爸媽媽布施啊 對 爸爸媽媽給你10塊錢 100塊 那你就拿出10塊 來幫助 有沒有聽過慈濟功德會啊 喔 正言法師好偉大 蓋醫院喔 幫助病人喔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佛光山 有 星雲大師好偉大 喔 印了很多書 傳播佛法 來 有沒有聽過 德烈莎修女 那德烈莎修女更偉大 他是 歐洲的人 他跑到印度最貧窮的地方 然後 然後每天就幫助那些 生病的人 孤兒 人家不要的小孩子 他通通給他抱進來 生病幫他照顧 然後不要的小孩子養他長大 然後希望他健康 讓他找到好的工作 他自己受苦受難 一輩子不戴手錶 身體不要有錢 天天都打著赤腳 哇 德烈莎修女 這樣各位要不要學習呀 對啊 他把自己 來各位念 把自己 奉獻給眾生 把自己奉獻給眾生 享受貧窮 幫助別人快樂 對啊 各位要不要做啊 等一下下課通通去掃廁所 好不好 對啊 各位 一個喜歡掃廁所的人他得到什麼 你知道嗎 釋迦摩利果 他沒有人看過他拉肚子 你那個已經臭掉爛掉的東西呀 給他吃 他吃下去也不會拉肚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 蓋廁所給人家方便 古時候印度都沒有廁所了 女生要去上廁所就躲在樹叢裡面了 很痛苦了 所以 他就蓋廁所讓人家 方便 或是各位現在廁所都蓋好了 你每天出門 衛生紙拿多一點 就把它放在廁所 別人急得要大小便 都有衛生紙可以用 那你將來肚子會不會好 不容易拉肚子 肚子健康 像 師父剛剛來就是拉肚子 很痛苦 過去 沒有這樣子做 甚至 喜歡吃火海鮮 就會造成這個惡業 所以各位要 知道這些道理 所以 第三條 來跟我唸 不協癮 你看看我們這邊 男生坐這邊 女生坐這邊 怕你們坐太近 我到印尼 我到印尼去 我叫他們上課 他們中間還擺一個木板 擺木板幹嘛 老師可以看到這邊 看到這邊 但是男生女生 互相看不到 這樣擺一個木板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來唸一下 男女瘦瘦不親 他教我們要尊重對方 對不對 尊重對方 不要隨便 欺負女生 不要隨便 小女生 哎呦 哥哥你好帥喔 喔 哎呦 這個男同學好帥喔 你就要拿東西送給他 對不對 沒事啊 喜歡接近他 那 這是不是一種欲望 各位 除了 結過婚的男生女生 能夠 有所謂 啊 牽手啊 肉體接觸 沒有結婚的可不可以啊 如果爸爸 你今天等一下去公園就玩 看到爸爸牽別的女朋友 你會不會生氣 哇 你會跑去弄了 為什麼 你想到媽媽可憐喔 被爸爸欺負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你從小要有這個觀念啊 能不能夠隨便去 啊 亂搞男女關係 可不可以啊 不行 所以各位要不要控制啊 從小你就要學習控制了 那天我在台北上兒童營 我流汗這樣手 手插我的額頭插一下 哎呀好熱 一個二三年級的小女生跑過來說 師傅你這樣弄好性感喔 我還問他 我還問他 請問你叫什麼叫性感 啊 似乎一個大光頭摸也有性感 他說小女生你很好色喔 啊 會不會啊 會 有些小女生喔 親生就喜歡好色 喔這個小男生好漂亮喔 就跟著他屁股跑來跑去 會不會這樣啊 然後小男生會不會啊 小男生還會偷看班上那個漂亮的小女生 這樣好不好 不好 各位 如果你不懂得修行啊 你會很痛苦耶 就講說哎呀我怎麼這麼痛苦 看到那個美女看到帥哥 我就撞不了 心裡就會亂 然後就想要牽他的手 對不對 那這樣你能不能安定啊 不能安定 所以各位從小要學習自我控制 不要有過分的欲望 甚至 長大以後 除了結婚 為了傳宗接待 啊 為了家庭生活 男生女生才可以在一起 結婚之前可不可以 從現在做決定好不好 除了結婚開始 能夠男生女生一起睡覺 結婚以前 絕對不要 好不好 那規定好喔 啊 有沒有小女生 喔 小男生寫信給我 歡喜喔 對不對 那這樣有欲望 快不快樂 像各位現在你看 前面那個一二年級的 偷光衣服跑來跑去你會不會看 不會啊 偷光好涼喔 對不對 然後你長大以後來 後面那個小女生一個跑來前面偷光好不好 你會覺得很丟臉喔 然後 小男生就開始發作了 就不聽老子講話了就要去看女生偷光了 各位 那這樣是快樂還痛苦啊 痛苦 所以我講好啊 小女生 不要愛漂亮 對不對 喔很喜歡錄著肚子皮讓人家看到 穿個迷女裙要迷死男人 這樣有沒有道德 沒道德 對不對 小男生能不能缺德啊 小男生啊 你看 我們老師 你看大腿好漂亮喔 對不對 我們的老師 偷看人家的胸部 永遠要清楚喔 女人的胸部 只是為了來 為母奶用的而已 對不對 但是男生會不會好色啊 所以 在電視上 報紙上看到這個 要不要趕快給他弄開啊 不要亂看 對不對 女生也不能這麼做喔 啊 因為你這樣做害了別人 有沒有害了自己啊 有 將來長大會被強暴 對不對 十幾歲 哎呀 就跟人家談戀愛 結果啊 就開始 行為砸亂 所以第三條 來跟我唸 不邪 手 增結 手 欲望 各位 我們出家人有沒有欲望 出家人會不會有欲望 會 但是 控制的很好 你有沒有看過 師父教你朋友啊 不行 對不對 我們就在念習 來各位 念下 沒有欲望 快樂自在 有欲望 就有煩惱 不自由 所以小女生 你很愛漂亮 那愛漂亮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漂亮的人快樂 你看 小男生注意聽喔 有個男生很喜歡抽煙 喜歡抽煙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抽煙的人快樂 不需要 所以你愛漂亮的人啊 很痛苦 媽媽 幫我頭髮綁好喔 這樣漂亮喔 上面再結兩個小花 叫做阿灰呀 哎呀 他覺得阿灰呀阿灰呀 好漂亮 喔 大家都看我 走到哪裡 大家都看我啊 這樣這個人會不會有驕傲啊 不好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啊 我們今天來學佛教 就是一種來念一下 正確的思想教育 對呀 你看前面這位 小同學 他理個大光頭 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 舒服啊 哎呀那個 流汗 擦一擦就好了 對不對 洗澡 一塊肥皂從頭洗到腳 那各位呢 還要在那邊洗潤絲喔 燙頭髮喔 累不累啊 累喔 所以女生 等一下我們都來理光頭好不好 好 那我問你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要 對啊 因為我愛漂亮啊 我怕醜啊 那各位 你這樣快不快樂 不快樂 一個人 不會那麼在乎外表 各位 漂亮好還是健康好 對 健康比漂亮還重要 對不對 各位不要太在乎外表 尤其小女生喔 晚上還偷偷爬起來 穿媽媽的高跟鞋 對不對 喔 小男生也要耍帥 這樣好不好 不好 所以各位來 跟我念來 我要征服自己 我不要愛漂亮 我喜歡莊嚴就好 各位 觀世經菩薩是莊嚴還是漂亮 那莊嚴是從哪裡來 來各位念 慈悲心 有智慧 最莊嚴 各位 你啊 每天外表漂亮 結果裡面愛爭氣 愛吃肉 愛 啊 賭博 這個人是全世界最醜的人 所以女生 你很愛漂亮 你是漂亮還是醜 醜耶 有眼睛可以看得到課本就好啦 管他眼睛大眼睛小 鼻子是拿來幹嘛的 呼吸 嘴巴拿來幹嘛的 吃東西 對啊 所以嘴巴越大吃得越多越快樂 啊 那有些人說我喜歡櫻桃小嘴 對不對 還要擦口紅 對口紅上面有沒有堵啊 很多口紅都是動物的油 動物被殺掉了 那個油把它提煉出來 加上色素 抹在你嘴巴 這樣是不是像抹血一樣啊 你看 這個都不對喔 好 來 我們 休息20分鐘 好不好 下課 下課 好 我們 下課 我們 要 上課 可以 那麼 真的 欸 呦 三 各位同學,剛剛念的叫綠杜姆心咒 有沒有看過綠杜姆啊 他身體是綠色的,所以叫綠杜姆 為什麼叫杜呢?你肚子痛,讓你不要痛,這是杜 杜就是超杜,幫助別人,幫助眾生離開,痛苦叫杜 所以這個綠杜姆它有綠色的外表 目的要幫助眾生,它好像痛苦生命的媽媽一樣 所以叫杜姆 然後綠杜姆的故事有沒有聽過? 很簡單,各位注意聽 他說有一天,觀世音菩薩在極樂世界 然後看到了很多眾生很痛苦 生老病死 不了解生命的原理,要賺錢啊,去造業啊,要快樂啊,去製造痛苦 所以觀世音菩薩看到這麼多受苦的眾生,它就掉眼淚了 各位,媽媽如果看到你在痛苦,媽媽會不會掉眼淚? 會啊,媽媽就希望你趕快離開痛苦 所以那個時候觀世音菩薩一掉眼淚 其中的一顆眼淚,就變成了綠杜姆菩薩 好,所以綠杜姆菩薩是觀世音菩薩的眼淚所形成的 然後綠杜姆啊,就跪在觀世音菩薩面,就說 菩薩啊,你放心好了 眾生這麼痛苦啊,我永遠不會離開眾生的 好,我生生世世,哪裡有痛苦? 我就救度眾生,讓他脫離痛苦 所以綠杜姆生世世,就變成女人 而且她都做一個公主,很漂亮 很有錢,很會讀書的公主 但是這個漂亮有錢的公主,她都不結婚的 她發怨,因為女人比較溫柔 她這個公主又有錢又漂亮,大家喜歡接近她 那這樣啊,她就可以生生世世去幫助別人離開痛苦 好,所以綠杜姆說,你只要念我的咒語 跟我念Ong Ong就是轉變 從黑的變白的,從髒的變乾,叫Ong 然後各位念Dale Dale Dale就是 各位,如果你一直輪迴,一直痛苦,一直痛苦 它就把你這個一直痛苦,把你拉出來 叫Dale,知道嗎 好,然後再念Dudale Dudale就是 譬如說,你快要被火燒到了 你已經淹在水裡面了 有人要追殺你 有人要追殺你 有鬼要抓你 這個時候啊 它就把你從這個苦難把你拉出來 叫Dudale 好,或是你內心裡面 你內心裡面現在各位 你嫉妒心會不會很痛苦 你現在生氣會不會很痛苦 我要看你現在欲望來了,又很痛苦 是不是 內心裡面有痛苦 或者外面有什麼苦難 那要從這個苦難把你救出來 就是念什麼 來念一下 Dudale 那最後一次呢 Dule Dule是什麼意思呢 Dule 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一種無名 就是你內心沒有智慧的時候 或是最大的生病 各位,得癌症痛不痛苦 得癌症啊,肚子痛啊,頭痛啊,牙痛啊 這種病苦的時候 或是生命的所謂沒有智慧的痛苦 它就幫你離苦 叫Dule 然後什麼叫Soha Soha就是觀音菩薩化成立度母 幫助眾生離苦得樂的這種怨力 這種力量一定可以成就 叫Soha 所以同學們 如果你現在肚子痛或心情不好 或是又要輪腹痛苦 你就要求立度母 就會 Omdale Dudale Dule Soha Soha就是怨立度母啊 觀音菩薩 你救我啊 或是幫助我媽媽 或幫助那隻被車子撞到的一隻狗 那隻狗被車子撞到一直流血一直流血 沒有人救他,他痛不痛苦 那個時候你要一直念 Omdale Dudale Soha 觀音菩薩就把那隻狗啊 的意識從他身體把它拖出來 讓他不會在那 因為狗已經身體裂開 還沒有死,痛不痛苦 痛苦 那如果他能夠救著活 觀音菩薩 立度母就會獻成一個好的因緣 把這隻狗拉到這個路旁邊 讓他不會再變臉的扁扁的 那如果他已經救不活的 觀音菩薩就讓他趕快痛苦的意識 是脫離他的身體 把他拉到極了世界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看到痛苦要不要念啊 還要再念三次來 Omdale dudale dudal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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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dale dudale soha Omdale dudale soha 像各位現在很健康喔 跑來跑去喔 那如果你知道阿嬤那個年紀 那個腳能不能 OO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